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了 這個地圖 由Lichman 我朋友住在Lichman 一個小時零七分鐘 去我們的目的地 叫做高敦爾帕 一個郊野 我朋友開這輛Honda 有個名字叫做沽航 因為開了十幾年 這輛車都不肯換車 今天就去高敦爾帕 各位 上個月去了溫哥華一鑽 探望朋友 他住在Lichman 我們那次開車 去一個地方叫做高敦爾帕 距離列治民大約一個多小時 我們現在開車開了大半小時 那條路都是這樣的 兩邊都是樹 來到這裏 到了目的地 看到停車場 拍了車都很疏落 這些岑樹很高的 真是一百幾十尺都有 加拿大很多屋都是用這些樹木來建的 很實正的 那些車停車都在這裏 也有些人來這裏 遠足或者旅行 這裏有些BBQ都可以的 不過現在呢 還未正式夏天 所以呢 仍然都是人來這裏都不算多 今天呢 現在的天氣都叫做不錯的了 那呢 我們就下車了 去個湖邊那裏走走走 離遠呢 見到很多那些 即是當地政府 設了那些 很多那些被人在這裏BBQ 那些椅子 有些人在這裏 那到夏天呢 就幾熱鬧的 但是現在還未正式進入夏天 所以呢 都是很少人過來燒東西吃 還有你看一下 那麼多桌桌椅椅 那天氣好 或者天氣熱的時間呢 那些人就會出動的了 現在呢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當然是走走走 拍給大家知道 加拿大就是這樣的了 一般 遠離那個市區 那些地方呢 都比較好平靜的 好休閒的可以這樣說 在這裏生活 我們呢 放下車 下去就走行歷 那麼呢 近遠了見到一個湖 那個湖呢 都很平靜 就是這個湖啦 很美 一下那些 一些浪花都沒有的 那麼 天氣也是一般 現在巫雲蜜布 可能稍後都會下雨 溫哥華的天氣跟貴州一樣 經常會有雨天 我們今天在湖邊走一個圈 看到沒有人在BBQ 因為現在剛剛過了一個冬季 但是有很多雀鳥很開心 因為沒有人騷擾 在湖邊我們發餘也有很多雀鳥 在找東西吃和休閒 沒有人騷擾 拍給大家看看 加拿大的生活就是這樣 平常就在家裡過家庭生活 到星期六日就出來去郊外走一步 生活都很休閒 不記得生活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